大叔,给我装两顿豆饼 咱家这小车也就能拉一顿半了 就一顿半,再多了报告是 行,那就先拉一顿半吧 今天来大叔这儿拉一豆饼 给我妈妈才送去 因为我妈妈他们家的牛 也已经开始喂开豆饼了 然后这个豆饼是比较纯的 我上去给你俩蹲起得了 我上去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拽了一顿半 手都给我拽红了 现在出发去妈妈家 啊,爸 现在把豆饼卸了呗 你大儿跟你俩整吧 你大儿跟你俩整吧 我妈妈给你,你看 咋配什么也比你弄得啥点 完了,我老公永远飞不动喽 哈哈哈哈 飞两大去吧 比咱家这儿远哈 你家怎么二十段哪个不是 啊呀呀呀呀啊 因为你不适合 他只要费饭 你看 就我和你大 现在我告诉你,就我和你大 就我和你大 大爷能干啥呢 那找我扶椬大也行呢 我大爷有钱 哈哈哈哈 不是,大爷卸了就好了 那啥玩意 你卸盔子,那时候卸了 十五六十多那不也是太腻了 腻不腻的 这那大了 一千几多 你大孩子扔不上去了 我一看就是你大孩子扔不上去了 就中了胳膊 沿着鸭片擀了 但是咱家这没这么薄 咱家的好像是厚点似的 但是咱把这确实是擀了 最后一袋了没有了 这扔的也得了 晚上不得喂吗 看看重量老爸 不能了 你看看 老爸 我是跟他炮一回都是不薄 把我豆瓶干的话就做了 他这玩意就 要不掉豆瓶就撕了 这边搞出来的 吊他二斤 这也没什么 吊他二斤 你呢 得吊那些呢 哪有啥的 别动 50正好 100斤 确实不能缺乎 拆开的 它没有水分 没有水分 人家这可除了这豆饼 你对比对比 他切和这个 不如这个好 它来味 你这味多香 这香到啥 看那谁 那是正点纯豆饼 你看人这豆饼这味 可香了 没有杂质 没有脏东西 对 人这味香 嗯 打开那味正点 正点纯豆饼 一打开花一下 就是可香了 那个味 它这里没味 那个咋的吗 就好像是那个豆饼 就是那个豆子 就是那个不好的豆子 压出来的 对的 闻到闻不出 没有豆子香味吧 有点不多 人家一打开 人家都 味不出鼻子 好温 吃饭了 吃饭了 大馒头 酸菜 肘子肉 鸡蛋 余祥 吃饭了 嗯 快吃 哎呀 看看我妈妈家小牛吧 哎呀妈呀 今天这风也太大了 这小牛 这个挺胖 那个也挺胖 这也挺大的 你看那都不小 我看老公 那个 这两个趴着的 就我手指的 这两个趴着的 那个趴着的 都得有这样钉签的了 像这边这两个小点 这也不知道是脑袋小还是咋的 哪儿都小 有关系 哪儿都小 快走吧出去 哎妈呀 妈我走了啊 那边还得检查 有的是堵车 我俩来的时候 倒是没检查 刘四姨的牌子 也没堵我们 已经都堵大挂车 啊 拜拜 拜拜 等我年前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了 反正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我年前我来给你插棚了 拜拜 拜拜 回呼呼吧 啊 放心吧 到家我告诉你 我去吧 我去吧